这个男人是个死变态 对着地上的人不停地战斗 完全不顾对方颤抖音 这时女人突然停止挣扎 仔细一看她的脸上 居然露出一节电线 原来这个女人是个仿真机器人 事后变态男来到浴室泡沫 却不知隔壁的女机器人 悄悄拿起柜子里的吹风机 一步一步朝卫生间靠近 脸上还挂着诡异的威胁 随后她把插头狠狠插进去 转身微笑地盯着变态男 变态男则充满玩味地看着她 可女人却笑着举起吹风机 在变态男惊恐的目光中 直接丢进了浴缸中 瞬间变态男疯狂抽搐 一阵激烈地翻滚过后 很快就没了动静 而隔壁的帅小伙更离谱 他居然买了足足30个美女机器人 只为了在白天黑夜里 都能够体会不一样的快乐 帅小伙名叫戴克斯大 感兴趣的老宝贝们 可以搜下戴克斯名字的意思 因为有着超强的拔萝卜能力 戴克斯大的妻子刚结婚三天 就被他活生生累死了 邻居深知他的为人 悄悄递给他一张明天 上面正是仿真机器人公司的定制电话 看着邻居家的美女机器人 戴克斯大羡慕地流出了口水 迫不及待地回家打了电话 张口就要定制100个美女机器人 工作人员也被他的豪横吓到 声称这种机器人拥有着人类的位置 就连内部构造也百分百万人类 逼真的几乎和正常女人一样 戴克斯大听完眼眸绿光 在工作人员的吉利劝说下 这才勉强把数量减少到30个 毕竟这都是机器做的 根本就玩不坏 很快机器人的零件就送到了 戴克斯大心冲冲地打开箱子 看着里面硬邦邦的零件 戴克斯大生气了 说好的拥有真人的触感 工作人员解释只要冲上电 在电流的作用下 机器人的表皮就会软化 拥有着人类皮肤的触感和温度 戴克斯大将性将疑地组装零件 他先是将小腿的电路打开 随后把电源狠狠地插进去 接着把插头插到插骨 又狠狠地按下了开关 可美女机器人却毫无反应 工作人员说新的机器人需要训练 只要不停地使用和教育 美女机器人就会越来越听话 殊不知这将为他埋下祸患 戴克斯大听完赶紧把机器人带到浴室 他准备先教美女机器人如何洗澡 晚上戴克斯大打开了氛围灯 然后开始讲自己的拔萝卜事 可身旁的美女机器人却一动不动 然而等他睡着后 美女机器人诡异地睁开了眼睛 天亮后戴克斯大刚醒来 就看到美女机器人坐在沙发上 随后问了个奇怪的问题 机器人立马答应了他 作为一个智能机器人 他拥有着沟通同类的能力 很快方圆百里的美女机器人 都纷纷接收到了信号 晚上戴克斯大刚进房间 就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